脫掉車人員使用掛鉤固定轎车的前後左右 确认安全无虞 要尽快把事故车脱离现场 被撞上的黑色轎车 车头扭曲变形 引擎盖整片隆起 保险感掉落 坐车车灯碎裂 轮胎也喷了出来 造势车头同样凹陷几乎全毁 前打风玻璃裂成蜘蛛网状 甚至油箱还掉了出来 现场凌乱不堪 死亡车祸发生在大年初五 清晨七点多 辆车对撞造成刚开上闸道的 60岁黄星驾驶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宣告不治 只是造势原因竟然是有人 逆向狂飙才会酿祸 时间回到5分钟前 一辆黑色轿车沿着马路直线行驶 快速开上高架道路 只是他没发现自己已经逆向 还开了将近2公里 警方初步调查发现 造势的21岁理性驾驶车上一共3人 疑似不熟路况逆向行驶 海上桥的驾驶人 闪避不及被撞死 这起车祸造成一死三伤 重回死亡车祸现场 可以看到骑车零件散落遗地 地面上还残留大量的碎玻璃 今天队员赶紧用木屑和扫把 将地面上的油漬新除 要尽速恢复交通 怎么会逆向两公里都没有被发现 种种疑点还得等到 早时驾驶清醒之后 才能还原车祸真相 继续为了你多忙中间才不到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